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开始就听到 因为他没有耐心 不至于 他没有时间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 是的 我是东海大学应用物理系的施琴婷 人称清廷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许晶玲 人称Zero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的高崇文人称阿文 阿文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 跟JoJo两个交互蹲跳 连续给各位听众 Oben海默的疲劳轰炸 大家可能都已经快听腻了 不过呢 Oben海默好像在戏院上 依然展现起勇 没错 开什么玩笑 而且好像连IMAX都还看得到 对啊 不过我们播出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 这个时候 又不真是提前录音的 好 所以这个为了怕大家 已经听得太腻了 我们这个阿文来 我们就要 终于我们要回归我们的正轨 对 我们的量子英雄传说 是的 这个 其实本来Oben海默 要不是有这个电影 它也会在这个系列里面出现 只是以年代来讲 它会在比较后面 应该到第五季 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等于也采用了诺兰的 非线性趋势 在时间轴上做了一个调整 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 正常的时间轴 那我们之前呢 在这个本传的部分 是讲到哪里 来阿文你记不记得 就是发现了这个 氢原子光谱的这个 大秘宝公司 巴默尔还是巴尔默 巴尔默 后来我们决定把它叫做 巴尔默 我现在已经搞不好 因为当我想到讲 巴尔默的时候 我说我是不是叫他巴默 我刚忘了叫他是什么 那个高中课本 是讲巴尔默 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 前情提要 就是在上一集里头 别的不讲 光是这个名字 我们就争辩了半天 然后就时间 就这样混过去 就我举例子 就像这个美国的地名 就是巴尔迪摩 还是巴蒂摩尔 两种都有看过 发现都可以 因为这个巴尔默 因为现在B-A-L M-E-R 那我们遇到L 跟遇到R 都有翻成R 所以有人取后 前面有人取后面 那这个要做一 因为欧本海默 才讲太久了 这前情提要 可能做多一点 前情提要之一 就是他的名字 和这个争议 第二应该就是 他是一个神奇的 女子高校教师 讲到这个大家都很嗨 不过我要讲的是 比较正经的部分 我们这系列 从最开始 就是都从光谱 在讲 所以这个一路 讲到现在 从太阳的光谱 现在讲到 氢原子的光谱 没错 那就是这个巴尔默 对 巴尔默 他这个 在氢原子光谱里头 那些神秘的 到底他看的是亮线 还是暗线 他看的是亮线 亮线 一些不连续的 这个光谱 他的颇长 看似乱七八糟的数字 但是他发挥了 史上最强臭答案 真是臭的 这个叫树秘术 树秘术 数学的树 秘密的秘 树 法术的树 树秘术 这听起来像是这种 神秘学的一词 但他的确是神秘学的 当时其实19世纪末 神秘学是很流行的 对 像大家熟知的这个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作者 本身听说就是 喜欢搞神秘学 就是喜欢这种 玩蝶仙 所以他们相信这些 数字本身带有魔力 没错 然后他凑出一个 像我们看日本的作品 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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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法师里头有一个就叫炎灵师 那或者像阴阳师就说你真正名字不可以被别人知道 这个在东方西方 都有 像那个什么地海传说的整个系列 也是环绕在这个上面 这个其实很有趣的是东西方其实对数字的这个植迷都是有渊源流产 那西方来讲最有名的就是毕达哥拉斯 他就相信世界就是从一开始 二三四一直每一个数字一到十都有神秘的意义 这个我们是不是上次在巴尔默的时候 有讲吗 也有讲 反正忘记了 我们自己回去听 我们说会去 起码 距离上一次录巴尔默已经很久 但是观众可能是上一个礼拜才看不到 时间差 不过说起来从历史的观点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趣魅化的过程 就是把这个觉得大自然充满的太不可思议的神秘 把这一个去掉 可是当初他们着迷的原因却是相信这些背后有一些神秘 原来除魅化背后是更大的魅力 对啊 所以你说像人类的文字跟数字这种东西 一开始也可能都是从这些神秘学啊 没错 这个咒术那边发展起来 对对对对何出书落出土嘛 对都是从算命来的 对所以古代来讲 你看啊这秦始王焚书坑乳焚了这么多书 有一个书就没焚 数学的书 不是 易经 所以后来这个秦朝倒掉了 那汉朝重新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呢 当时读书人也很厉害啊 这个易经不烧的时候 他就把其他的经书呢 假装成是易经的诠释就塞进去 所以有些人 这有点像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在偷看什么书 然后外面拿一个客人 没错 做一个假的封面 怎么觉得你极有差 哈比书道 你是哈比书道还是家家书道 秦朝后来的 不会觉得说 这个秦始皇用易经在那边 摔了半天 十几年就被干掉了 可见这个易经一点也不准 因为这个就是 他们就会讲出 另外他大道理啊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杀人太多 修的再多都没有用 好 总有解释嘛 开玩笑 我们得回到我们的正题 已经有网友在抱怨 而且这还是有关系 你看这个巴尔默尔 在那边搞这个树秘树 破解了这个 氢原子能光谱的那些 波长的秘密 没错 破解秘密的第一人 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 破解秘密的No.2 这个啊 刚才大家还在那里讲说 这个No.2是什么 阿文老师一直在讲说 我们今天要讲No.2 我在讲No.2是谁 他在我们的群组里头就写 兰巴兔 他我跟Zero老师都一直想 兰巴兔是哪一个 这个是一个多冷门的物理学家 叫兰巴兔 我怎么听都没听过 我们钢弹以后有一个兰巴拉兔 可是显然不是钢弹以后的角色 兰巴兔 其实啊 这个也是 这是日文发音的No.2 先来说明一下 No.1 No.2 No.1 No.2 没错 身为Zero老师 居然没有听出这件事情 这是太惭愧了 太夸张了 不是 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阿文 对于那种非常冷门的科学家 都很了解所抱持的敬意 所以一开始就往这个方向去想 那这要让您失望了 这个人其实我们都听过 叫瑞德伯格 那小时候我们记得都叫他雷德堡 雷德堡 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高中的时候 应该都还叫雷德堡 对对对 如果大家网路上搜寻一下 应该还可以查到这些遗迹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就是当年的什么高中物理的讨论 对对对 甚至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国科会资助的科普网站 上面还是用雷德堡 没错没错 但是像阿文在物理双月刊写的叫瑞德格 那这个就又发生了疑惑 所以他是No.1 他跟No.2 他跟No.1一样有名字上的问题 这个巴尔默跟巴默 后来发现巴尔默都可以 那我们这个他这个 雷德堡或瑞德格 他的原名是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念 因为他瑞典人 瑞典人我们都随便念 这个瑞德伯格 瑞德伯格 他们就要发那个气音 要打舌那个我不会 所以听你这声音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打舌的 终于被揭穿了 德文是我GBA的一片污点 开玩笑 阿尔老师不是去过德国的 居然跟我讲 我只会讲一句德文 是啊 但是我只会讲一句德文 It is better to each list 我不会讲德文 这句万用啊 It is better to each list 然后德国人听了就说 然后德国人就说 I know, don't worry 我听不懂你这句的讲什么 因为发音太不标准 对,他说 You don't speak German, fine I can speak English Anyway 好,总之呢 他就是你要发 瑞德伯格 雷德伯格 瑞德伯格 雷德伯格都可以 因为那些音都在 等一下,我们近几分钟了 还在名字上打转 不过我要说 当年叫雷德伯 我印象深刻 因为这名字实在太霸气了 听起来就是像什么 类似伊谢尔伦要塞 这种什么一个 雷神之锤 南宫不破的城堡 还搭载了雷神之锤 有雷又有宝 还有德啊 对,开玩笑 是是是 那各位失望了 没那么微 我们到底要怎么叫他 我们叫他 好,我们就 因为这一个 这一个系列是阿文祖鳩 所以我们就照阿文的讲 还是叫他瑞德伯吧 瑞德伯 这个阿文讲习惯 这个祖鳩的人 讲不习惯 一直卡我们这个节目就 录不下去 就录不下去 好,瑞德格就瑞德格 瑞德格啦 瑞德格 总要讲一下 他是怎么样子的生平嘛 对不对 其实他蛮悲情的 以前我们都只知道这个 瑞德格常述 然后就好像这个人 就只有一个常述 对不对 那其实他人 没有还有他公式 那公式我还记得了 瑞德格公式 其实瑞德格公式 跟巴尔默的公式 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 而且巴尔默的公式 其实只是用在一个情况 就是他有两个整数 对不对 但是其中另外一个整数 一定要是2 好,这个帮大家回忆一下 巴尔默公式是什么 是波长等于是某一个 基本常数乘上 来,现在有分子是m平方 分母是m平方 减掉m平方 但是实际上那个小 一定是要m平方减掉4 也就是2的平方 这个公式才成立 可是呢 这就很幸运 因为巴尔默呢 他是研究可见光 他只研究可见光 可见光当时只知道4条 4条光谱线嘛 那他这个公式其实是 将将好就对了 那他把这个 所以他m可以是等于3啊 4啊,5啊,6啊 那后来他把m放7的时候 他说他得到一个数字 他大概是3970左右 A 结果他的好朋友 那个名字很长 我们又忘记怎么发的 那个 好像哈根打字 很像哈根打字的那一个 就跟他讲说 哇,我们最近刚好发现 那条呢 是在可见光的边缘 紫色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不得了了 对不对 原来他这个不是凑答案而已 他凑这个答案 等于是他还预测了 对 所以这个巴尔默 就一泡而红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很红 所以其实他就是什么 m平方分支 m平方减4 但实际上 实际上m如果等于3啊 4啊,5啊 那这个公式其实是不会正确 那正确的公式就是后面这个悲情的南巴兔提出来 对 所以他到底有多悲情 其实他是 等于他跟我们说那个n是整数都可以 是 巴尔默他只看到n等于2的那一个 所以重要的关键 但是我说他悲情的地方就是 大家都把那个公式 不管课文怎么写 大家记得的好像都是巴尔默公式 对啊,因为你知道做学问嘛 第一个总是 对对对对 贵官只有一个人 那就只有把前面那个常数叫瑞德格常数 是是,至少要捡到的一个常数 对啦对啦 其实那但是实际上正确的公式是他发现的 这个他指的是瑞德格 他才是一个可以解释所有的氢原子光谱的公式 也就是n从1开始 123456一直到多大都可以 然后那个m就一定要从比n大 至少1开始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从科学史上就知道 这东西触发了后来的波尔的那个 对,这个是触发了一系列到最后就是 矩阵力学嘛 所以这个number two 他的这个公式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要刚刚 非同小可 对对对对对 这么超级重要 然后就这两个人都没有拿诺贝尔奖 对不对 他其实有被提名啦 对啊没得到嘛 那他呢这个讲起来他真的蛮悲情的 四岁就死了爸爸 他家里贫苦 然后他苦学出生 然后最后就是 他是念的数学博士 本来在数学系当讲师 后来到物理系当讲师 这个悲苦 悲苦不包括他不是念物理 而是念数学这件事情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反正他就是 不过蛮厉害的 不要想我们的听众也是有念数学 没有没有 所以我就好 有吗有吗 应该 不要吓我好不好 又是化学又是数学 应该是有这个几率啦 对不对 化学比较危险 我们好像吐槽化学 数学的家我们通常只有崇拜了 我们都是很尊敬的 我们都是说这个数学博士很厉害 而且呢 我们在物理学上面 比如说像高斯 我们前面也讲过嘛 高斯我们都是说 他是超级厉害的数学家 而且对物理有大贡献 是肃然起敬的 好 所以这个瑞德博士拿到数学博士 对对 就后来 巴尔默也是数学博士 但是他数学博士拿完去当女子高中高校教师 你这个 我们刚把两个人的事情都一直讲 然后你现在就是都用他 然后你的他 就一下子是瑞德格 一下子是巴尔默 这个字就 对没错了 去女子高校当老师的是巴尔默 那个从小很穷 四岁死爸爸 四岁死爸爸的那个是瑞德格 今天的主角是瑞德格 所以请你在如果要讲到巴尔默或巴尔默的时候 请你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Anyway 所以瑞德格他拿到数学博士以后 然后就在大学以后当数学讲座的教师嘛 变成数学讲师嘛 后来又变成物理学讲师 对 这是一个神奇的化学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这种跨领域的还好 这不能说跨领域来 那时候领域就很小 说得对了 就过去了 应该是说那时候的领域还没有分得那么小 对对 而且19世纪的时候呢 那个数学家的数学 是我们看得懂 现在在用的数学 到了20世纪以后 那个数学就是我们看不懂 拿来唬人的数学 你又在招惹数学 数学家的听众 难怪我都依照我们总监的说法 我的仇恨值相当高 而且呢 如果没记错 瑞尔格还有研究化学嘛 就在研究周期表上面的东西嘛 是这个 他是没有分啊 他一开始他就认为说 这个元素周期表大有文章 那一开始呢 他研究的是原子量 因为原子量是有顺序的嘛 因为一开始的元素周期表是用原子量 对 那但是呢 他研究了半天呢 当然什么都研究不出来啊 这我不怪他 因为到这个其实是没有规则的东西 那没有规则的东西 你再怎么研究也是没有规则的 大家复习一下 虽然我们是学物理的 不过我们也是懂一点周期表的啦 应该是说我们都觉得 周期表为什么会算在用化学 好了 应该是讲说周期表里面那些 所谓的什么子子啊 中子这些东西 对对对 感觉上应该是物理学 我不知道这个定义有没有改变 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念中学 不是他都会考一个 请问这个东西是算化学反应 还是算物理反应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的定义是说 你如果是牵涉到原子之间 电子的行为的这种 电子的转移对对对对 共用啊转移啊 失去电子达到电子 这种叫化学 其他全部都物理 听起来不公平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我们以全宇宙的 这个反应来讲 好像我们物理就独吞绝大部分 但是事实上化学的那个部分 是跟我们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东西 其实这个化学反应 是绝对不会比物理反应少的 但是物理的反应 其实包含的东西是非常多 感觉上我们只有把 元素之间的电子的作用 算到化学器 其他都算到物理 我一直觉得这种分类 分类是为了帮助说明的时候方便 对啦 但科学的本质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 分类是为了考试的时候的方便 我们科学上的眼灵 你的名字叫化学 你的名字叫物理 然后就可以拿来考试 主要是因为考试要分门别类 所以这个化学方程式 当然就化在化学 那原子核的这个核反应方程式 之后放在物理 只是通常一般物理 不会上到核反应 对啊 对啊 好啦 所以我刚才会提到周期表的原因 就是因为 大家回想一下周期表 它基本上是原子序在排列的 所以原子序 那是现代 那是现代 那是现代嘛 因为周期表刚出现的时候 那是1869年 那个时候人类不知道有电子 不知道有直子 没错 没错 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 唯一能看的就质量 质量嘛 对 化学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 事实上为了这个 这个是原子 是原子还是分子 是化学反应的基本单位 还在那边炒半天嘛 所以我们知道嘛 都一般来说 你的原子序大 你的原子量也会大 可是他们次序 其实并不是 事实上铁姑列 就是刚好会倒过来 倒过来的嘛 对啊 所以你当初周期表 在订的时候 大家就很头很痛嘛 对啊 周期表 订出来的时候 头并没有很痛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造成这个 但是门德列夫 厉害的地方 就其实类似的概念 其实当元素 不断被发现的时候 大家就有这个概念 门德列夫 真正的贡献是说 我找到这个周期之后 他发现 有个地方好像不合 不符合 所以他就空出来 然后就说 这个地方可能有新的元素 后来就真的找到了 这个就是神来一体了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能够 用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 对 但很不幸的是 原子量本身 其实是 很 是直子的质量 加上 原子核的质量 再加上他们的交互作用 那就一大堆 小数点的东西嘛 所以那个不是整数嘛 所以呢 瑞德格一开始 想要用整数去抽这个公司 当然徒劳无功 所以就告诉你 不管你多会抽答案 如果你抽一个 本来就没有答案的东西的话 你是抽不出答案来的 好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这个科学家 还有研究生 还有想要 以后做科学研究学生 这个选题目真的超重要 对啊 没错 这个就是这个指导教授的价值啊 对 那瑞德格后来当然 他发现说 没搞头了之后呢 他就改弦异章 他发现 大家都在讲光谱 然后光谱线 因为是离散的嘛 这个时候整数应该就可以上场了 而且他做了一件事情 是巴尔默没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重要 他并不是去凑坡场的答案 他是去凑坡场的导数的答案 那各位当然说坡场的导数 他就频率嘛 不是也差不多 对 可是当时 真的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是精通电磁理论的人 那没有那么多 他如果是一般训练的物理学家 他其实可能没有学过 马克思威尔方程师 我今天可能觉得说 马克思威尔方程师 不是中学生都会的吗 那是现在啦 那一百年前呢 那个是非常高深的学问 你要想 马克思威尔方程师 连牛顿都不会 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时代性的问题 是是是 我们说牛顿 我们牛顿多么的伟大 我们懂得物理比牛顿多的多好 牛顿表示 被他讲 忽然觉得 自己厉害起来了 有一种光荣的感觉 对啊 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 我居然懂得比他还多 其实就是在那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那时候 马克思威尔方程师 也才出来没几年嘛 对 而且坦白讲 据说爱因斯坦当年 能够找到工作 就是人家看上说 他懂马克思威尔方程师 对 听说啦 要不然他本来都找不到工作啊 然后他 他这个 虽然是同学的爸爸帮他引荐 但是他总得要会点东西嘛 你看爱因斯坦用来找到工作的 这个制胜的法宝 就是马克思威尔方程师 就是我们大二的时候 你看大二的学生 你学的就是这么伟大的东西 没错啊 没错 这四条公司看起来简单 但是学问变化无穷 我们可以用这个去鼓励大二的学生 这个简直就像少林的易金金一样嘛 对 你现在的程度 大概差不多就等于爱因斯坦 在找工作的时候的程度 可能爱因斯坦稍胜一炒啦 不好意思 根据我对现在 啊 我又 要扯演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个瑞德格呢 但是呢 有一点事情就是让瑞德格跟巴尔默胜负 就是分出胜负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知道 做物理一个基本原则 巴尔默呢 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他朋友跟他讲说 来 我们来研究氢元素 那四条光谱线 那巴尔默就说好 但是呢 瑞德格是因为身为是一个 有学问的物理学家嘛 嗯 所以他不会只满足于 就只看氢元素啊 他就要看碱金族 对 对 能够这个适用范围更广 更 没错 这是物理学家的梦想和习惯 你说他还只是 好歹他还只讲碱金族 他没有说我要解释整个周期表 他要考虑到碱金族跟这个碱土族啦 嗯 那这个大概是因为他大概发现说 哎 气体啊 或者是些什么羊啊 什么的 乳素啊 这个性质可能差得多 所以他可能一开始想说 先找周期表 对先找周期 简金族 如果大家忘记的话 哎 叫做什么 李纳甲 卢色法 哎 那个时候也只知道 李 呃 李纳甲 李纳甲 只知道李纳甲 对对 颅色法 颅后来知道 颅就是早期用光谱线确定的元素嘛 嗯 可是色跟法都还没找 不过前面三个 李纳甲都跟我们的生活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嘛 李纳现在大家手机用的电池 都是李电池 纳就是盐巴里面的绿化钢 甲就是这个 香蕉 香蕉 不吃会抽筋哦 对对对 还有其实就是这些 呃 纳跟甲都是我们身体里面 很重要的理质 对对对对 尤其是跟神经 传导 传导是很有关系的 主要是他的光谱 当时了解的比较多啦 比较多啦 其实你知道做研究 你想研究别的 也没资料可以研究 有啦 但是那个算是比较清楚啦 对 然后可能有些partner 让他觉得说 应该里面有一些文章 所以他就去找 那他一开始找的公式呢 就不work嘛 所以他应该 因为这个其实坦白讲 你 你可不可以发现 到一件事情啦 你要研究呢 最好就从最简单的东西研究 这个我们常讲嘛 我们物理学家的梦想 都很伟大的 要找出举式 都可以通用的公式 Universal 但是我们的下手点 通常都是 柿子挑软的词 没错 先去分析最简单的case 对 这个好像以前 我们都想说 啊 你只要学会了减斜正子 你就学会了整个宇宙 当然一开始听到说 这太唬烂了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减斜正子真的 啊 妙用无穷嘛 所以我们后面 打算来讲 举正力学的时候 就告诉你 来 这个我要再做一下 名词解释 这个减斜正子 就是 在做 一个在做减斜运动的东西 就是像 弹簧那样的东西 所以就有一个固定频率 在震动的东西 单摆摆来摆去 也是 对啊 你就是这个 白话文要讲一下 就弹簧啊 你一开始就要 不是以前 现在国中物理都有讲吗 我都用国中物理为基础啊 现在我们可能 大部分的听众的年龄层里面 都已经忘记 国中物理里面讲的 我还以为说 都是国中以下 而且国中才 国中才没有讲 减斜正子 他想减斜运动 这个命 有减斜 运动 有啦 有啦 国中有吗 可能是高中 我的运气已经枯掉了 正子这两个字 铁定是没有的 OK 课外读武 课外读武 你这个超过课纲 必须 超过课纲没关系 我们又不考试 但是你必须要解释 是 是 不然我就会帮你解释 就是说要从简单的开始 那就是这个锐德克走错这一步 就被 对 就拱手相让了 先把清源自从比较简单的系统做出来 所以他一开始的公司是不正确的 所以他也搞不就是再一次的又搞不出来 可是当他听到瑞士有一个女子高校教师 居然找到那个公司以后 他恍然大悟 就觉得人生就要去当女子高中教师 不是这个恍然大悟 还是成功的人生 好 那他马上就发现到说 他这个公司跟他原先的公司差了一点点 所以他把他围调了之后就发现 其实巴尔默的公司是他的公司的特例 然后他发现 他的公司他是用这个波长的导数 所以就显出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 一个常数乘上 一个整数平方分之一减掉 另外一个整数平方分之一 N1N2 那当然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就是如果你把 如果只局限在巴尔默的话 那当然你就没有觉得他什么了不起 可是后续的在1906你就发现 所谓莱曼系 难怪就是N1等于1的时候 那这种光是紫外光 紫外光 来来来 这个东西因为没有黑板 不能写公式 就是 就是如果我们用后来这个瑞德格的公式的写法 它是Lambda分之一 波长分之一等于一个常数 乘上括号N2的平方减 N2的平方分之一减N1的平方分之一 那巴尔默 然后括号你忘了 你如果打Lattex少打括号就不会出来 没有 当我讲括号的时候 就是表示前后多一点 左括号右括号 那叫你那个讲法 我就要讲左括号右括号 我们都被Latex给制约住 你们这样讲 没有人听得懂的 没错 你不要再来乱了 Latex是什么鬼东西 Latex是人类文明之法 总之就是有一个N2的平方 减掉N1的平方 那那个巴尔默的 不对吧 是N1的平方分之一 减掉N2的平方分之一 N2的平方分之一 减掉N1的平方分之一 那在巴尔默的 那个他研究的氢里面 他只看到了 那个N2等于2的 那个系列 那个对应到未来 我们要讲的波尔的氢原子模型 就是说 从电子从比较高的能阶 掉到第二滴的能阶 所以N2等于2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掉到这个N2等于2的 这些波光的波长 刚好是可见光的范围 那大家要当年做实验 当然是先从好做的开始做嘛 可见光就我们眼睛直接看就看得到的 所以那是最先被观察到的 那但是其实氢原子的光谱 是从紫外线也有 然后红外线也有 那那个东西当然就是 可见光已经被人家做掉了 在后面的物理学家就比较歹命 就要用比较麻烦的方法来看 紫外光跟红外光的部分 谁叫你不是No.1 No.2 是No.3 No.3 你就只好去看更难做的 做学问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通常就是有大发现的东西 往往是最容易的 但是没有人想到的 但被人家知道以后就像哥白 不是哥白尼的蛋 哥鲁的蛋 哥鲁没有蛋 对 讲起来怎么有点诡异的 所以就是到后面 这个实验越来越难做 但是做出来的人 人家也越来越少人 知道你的名字 对不错 这个是莱曼线系 对莱曼线系 掉到N等于1的 也就是电子从比较高的 能量的状态 掉到它最内层的 那个能量状态 所以这个能量就差比较多嘛 能量比较高的光 就变成是紫外线了 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倒过来想 都容易的理解了啦 就是刚刚讲到嘛 你用霍尔模型来想 就非常简单了 就对应到这些 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嘛 什么都没有 就是只有一堆 普线的坡长而已 而且这个要特别提到的是 它这个常数 就是One of a long 等于是常数 就是我们熟知的 所谓瑞德格常数 或者是我们小时候知道的 雷德堡常数 对那这个常数呢 就有点莫名其妙嘛 因为这个常数 这个很诡异的数字 来来来来 我来念一下 10973731.534 One of a me 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那完全没什么道理嘛 好所以阿文你很卖力的 拿出你的小超来看 念了一串数字 可是没人在乎 对我知道 对 连我们自己也不在乎 都是要算的时候 赶快Google查一下 对对对 物理学家有一些常数 是背得起来 一些是背不起来的 这就属于背不起来 对啊 那个其实当年不是 听说这爱丽生 就很不服去找爱因斯坦 两爱相争嘛 对不对 然后就说 我听说你是世界上 最聪明的人 爱因斯坦说好说好说 然后那个爱丽生就说 那请问关数是多少 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 这不是很有名的故事吗 这个如果是问现在 像阿文这种做高能物理的 光是等于1啊 不然可以常数做好 1啊 对啊 没错啊 这不是很好吗 什么东西都 你们要说明一下 讲这个是什么梗 一般听说会不知道 这个不用讲了 这个就请看我们 这个MAD系列第二集 大家要去看 我们的量子熊频道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所谓的 常见的单位 都是人定的嘛 没错 对对对 都是地球人定的 那个是适合人的单位 适合地球人的单位 我们定的单位 再来写这些常数 就是写的很不方便嘛 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导过来 你把它导过来想的时候 用这些常数 它该有的大小来定单位 不是方便很多 光速是宇宙中 唯一不变的那个速度 所以万所有的速度 都应该以它为基准 所以把它叫做一 不是很顺利成长吗 唯一的坏处就是说 那这样子我平常开车的速度 就会变成是 很多小数点 零零零不知道几个零一的光速 那这个当然就是 就麻烦 生活上的麻烦 但是当以后 我们到了宇宙之中 我们可能速度也就是用光速来做 你速度多少 0.8 哎呀我这边0.75 对 加起来呢 加起来要稍微算一下 所以这个单位系统 其实老实讲 值得好好的来谈它的三级 对对对 三级也太多了 好啦 所以我们 回来回来回来 好那瑞德格呢 虽然有这个 现在来看 他是1895年的时候 他写出这个公式 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公式 因为照着他的公式呢 这个光谱学家暗图所记 是暗图所记吗 我每次都会讲的 暗记所图 我觉得这个情况 搞不好是暗记所图 因为光谱是一个图 所以等于是有了这个公式之后 大家就想 那应该除了这个莱曼线系 跟巴尔默线系之外 是是是 还有很多系 应该还有别的嘛 所以1906年 你看这个是1890年 写出公式到1906年 因为这实验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你这个纸外光 你要通过那个 闹车观察 这个技术上是 是比较难一点嘛 那你要能够判读出他的位置来 这本身就是需要点学问的 然后呢 这个是美国物理学家莱曼发现的 那再下来N等于3的 N等于2的话 1跟2都被做掉 对 那N等于3的话 没有人想说会不会有N等于0 既然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原子结构嘛 你怎么进公式啊 你不行 你就爆掉 爆掉了 但是呢 你可以省略最后一项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他这一个 哦 不是 应该是说呢 当你的那个 第一格 1 of N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 哦 OK 好 N越来越高的时候 最后他会趋向于一个极限 他们会有每一个系 都会有一个极限颇长 对 然后呢 那就等于是 他的其中那个比较大的那个N 对 对对对对 应该是N1嘛 照我们刚刚讲的 越来越高 就会趋近于无穷大 对对对对 好 然后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话 第三格呢 是1908年的德国的这一个物理学家叫Parsen Parsen发现了Parsen Series Parsen其实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啊 值得一提啊 对 我正要跟听众朋友讲说 这个阿文老师这个声音有点偏调 就在那边开听 变小就是在偷看小超 小超 然后阿文老师要听后来小超 就表示这个人不大有名 有名的话他应该很快就可以讲出来 结果正要吐这个潮的时候 没错 突然他说 哦这是重要的 值得一提 Parsen真的是很重要 事实上他也出现在我们这个量子英雄传说里面 但是呢 Parsen Series 并不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他最重要的发现叫做Parsen Barker Effect 就Parsen Barker效应 那个是原子光谱呢 我们后面会提到在磁场底下的效应 对那这个效应呢影响非常深远 那个这个是量子英雄传说第二季的一个重点 好好好 我们现在来第一季嘛 所以不能不能剧透 其实 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 现在到底什么第一季第二季 我们的演出续已经乱成一段了 不要紧 反正我会通知各位的 现在在第一季 你从来没有搞清楚梁三伯108好汉的出场序 你还是看得很开心 我们就用这个心情来看 没错 好 来 所以这个是N等于3的 你看你到N等于3了 N等于3就红外线了 对红外线 后面都是红外线了 对 再来有N等于4 N1等于4 N1等于5 对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 就是N 你刚讲应该是N2才对 我们一直讲N2 是前面那一个 我写出来是 我看一下 看你在公式里头 N1 N2 哪一个放前面 哪一个放后面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刚才是N2放前面 小的要放前面 要不然剪出来就会变负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应该讲巴尔默是N1等于2 莱曼系是N1等于1 然后帕森系是N1等于3 这样才对 我们刚才都讲 抱歉我也在偷看小超 这是因为阿文一开始是把这个东西叫N2 我是顺着你一架 但是Won of the N1 哦是吗 大家回去查路易党来追凶手 你们打一架再来 反正就是N小的平方分之一 N大的平方分之一 这是透露一个小秘密 我是大概少数做Podcast的节目会回去看物的人 我还看了不少物啊 不过 口误真的是蛮严重的 我想这个没有人在乎 大家应该不在乎 大家也习惯了 科学就是不断的在修正前面的错误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自我辩护一下 好啦 所以总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嘛 因为这些光谱线都是从高的能阶 掉到低的能阶发出来的嘛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所以你的目的地越高的话 那个能量差就越来越小 所以你的这个坡长就越来越长 所以N从最小的N等于1 是莱曼线系在紫外光 然后掉到N等于2就可见光 那N等于3以上就通通都红外光了 是是是 好 所以这样子一路下去 大家都发现都有符合这个雷德堡 对 瑞德格的公式之内 是是是是 所以就变得超厉害的 对啊 可能大家觉得哇那瑞德格不就发了吗 那对不起没有 他没有发 然后我来看看为什么说他很悲情呢 除了前面有点悲情 真正悲情在后面 所以他发表文章以后呢 他又回去研究这个周期表的原子量了 然后他1901897年的时候 他副教授升教授没过 好那这个已经够透了 所以真的是很惨 本来这个工作我觉得是该 他该跟巴尔默一起拿诺贝尔奖的 是是是 结果居然拿来连生桶都过去了 我那时候还没有诺贝尔奖啦 百德卫 相信是预告一下 对啊 是还没有 但是很快就要有了 是是是 但是我是说以他那个工作的分量 可能是因为后面量子力学的那些东西 所以1906年才发现第一个来办系 没有人知道他的 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公式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重要性 所以就生不了 大家都处理到 大家只处理到 你在那边搞周期表 三美搞出来 这个也不过就是在那边凑数字 没错 周期表弄不出来 然后你数字凑出来 人家巴尔默先做出来 你只是把它改一下 你还说你要升教授 他也听不出什么理论去解释 他的这个有名的雷德堡常数嘛 瑞德格常数嘛 那当然这真的觉得有点那个 事后知名就觉得真的是超悲情 对对对 然后呢 接下来就我们来看 我是很难想象 所以他后来因为这个可能缺钱花用 跑去打工 去当数字检查员 那讲一下 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脑 所以其实有所谓的computer 是指人 你如果看比较古老的文献 computer不是机器啊 也不指 一直到那个 是指人 到那个太空任务 阿波罗计划刚开始 不是有个电影叫关键少数 里面那些女生 就是在当computer 就是在算 所以computer后面是ER 真的是ER 他叫计算员 计算员 那后来他好像还 他这个就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缺钱花用 薪水这么差 然后呢 而且好不容易 1909年生了郑教授以后呢 好景不长 1913年就中风了 然后 真的悲心 然后那时候呢 他也被提 诺贝尔奖 但是没得 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 是是是 那虽然1919年很风光的成为 英国皇家学会的 外国会士 1917年被提名 诺贝尔物理奖 跟化学奖 不好意思 他都中风了啊 然后呢 这个 而且更气人的是 没比较也就算 他接任他的位置 那个人呢 就是他生了郑教授 他生了郑教授 可是后来中风了 就只好把位置张出来 是他让给他的学生 是是是 没有是他过世以后 他的位置才给他学生 是过世以后 对1919年他过世以后 他的学生叫 曼内西格巴恩 他说西格巴恩 这个名字不怎么响亮 那是因为你不是瑞典人 因为后来他 他的学生研究S光 一下子就得诺贝尔奖 这还不够气人 更气人的是他 他学生的儿子 因为他都论贝尔奖 这什么吧 这个好 我们就说 那个位置上面 其实那个是一个好位置 是是是 可是因为 他来不及去用掉 那个运气 所以应该是说 他自己带这个了 柏尔老实讲 就是你说他17年 1917年 有被提名 对对对 然后他19年就死了 是是是 所以其实他搞不好活久一点 是有机会的 是但是 活久一点点 然后等量子的概念 为大家都接受 所以你看 看为什么1919年 他会被提名 因为瑞德格常数的意义 在1913年的时候 我们的大英雄波尔 正式提出来解释他了 然后瑞德格常数里面 就有电子的质量 有这个波兹曼效应 波兹 普兰克常数我在讲什么 普兰克常数跟电子质量 其实那个是可以写出 他的公式的表示 能够解释瑞德格常数 是波尔模型 之所以没有被重人 唾弃的一大原因 这是我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要不然像波尔 波尔是该被唾弃的 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你拿给任何一个正常的人 看他就说你疯了吗 对不对 不过波尔的名言 我就怕我的理论不够疯 好好好 所以刚讲到了吧 就是活长一点 然后诺贝尔奖 没人可以给的时候 就会给到他了 我也是在期待 今年的诺贝尔奖 因为我心目中有一个 我的领域的大英雄 应该已经快90了 每次都觉得他该等 可是怎么等都没有 他都没有机会 想说会不会大家领域搬完了 才找不到的 这终于会轮到他了呢 历史上好像最高龄 是98岁嘛 对不对 真的是 太幸福了 good enough是不是 对对对 good enough 因为他good enough 不然他过世了 前几个月吧 就是撑到 拿到奖 要拿到若贝尔奖 不但要有成就 还要有那个命 这个研究树秘术 会不会是因为破解了宇宙的奥秘 结果遭到宇宙的反思 揭露天机 是啊 开玩笑 我们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抱歉我们刚才是开玩笑的 最后呢 我们今天就看了这个 怎么样 很命运很悲情的 number two number two 他没有拿到 雷德堡 对 他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而且升了郑教授 四年以后就中风了 大家要怀念他的话 就吃个千金宝啊 汉堡啊 雷德堡 下次去点个雷德堡 不过他还是做出很了不起的贡献 对于后面量子力学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所有的全世界的中学生 都要敬仰他的大名雷德堡 瑞德堡 赶快回去 我们还是找一下新版的高中物理课本 我们就产个机会问这个高中 高中物理课本之王 我们的豪朱教授吧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再次感谢国客会的支持 以及各位听众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是的 那也请大家 感谢大家 还要再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有两个 一个是亮子熊 一个是热血科学家的长话短说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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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